今天有一连串的娱乐新闻 我很喜欢的韩星 普幸会传出好消息了 2017年被爆料说 跟崔泰俊有恋情谈恋爱 今天崔泰俊经纪公司 他们两个的经纪公司 都发了共同声明了 好消息表示说 现在普幸会已经怀孕了 明年的1月22号 两个人要正式的结婚了 普幸会说 现在肚子里的新生命 还需要稳定的出街 所以不太方便公开 太多具体的情况 也希望粉丝们能够谅解 现在普幸会还有崔泰俊 他们两个其实 都是来自中央大学的 他们就读的是 演戏剧的电影系 还有演剧系 所以他们是在学校期间 其实就已经认识了 那么在交往期间 普幸会一直对感情 都非常的低调 现在传出好消息 粉丝也都献上祝福 再来是艺人大S 还有汪小飞 10年的婚姻 真的到头了吗 离婚手续据说已经办妥了 消息曝光之后 不到24小时 据说有狗仔上节目爆料说 汪小飞早有新欢 而且来头不小 年纪不到30岁 财力比汪小飞还雄厚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拍到 两个人有什么样的 就是对方到底是谁 或者是一些亲密的照片 狗仔爆料说 因为对方家中的豪宅 非常的管理森严 甚至这个价位是超越 大陆的一线女性杨幂 就是因为门禁森严 所以媒体都没有拍到 汪小飞跟新欢同框的画面 可爱的小争执的时候 会冒出说那离婚好了这句话吗 你干嘛 你不要我我就不会 五年前节目上蔡康有一番犀利问题 如今看来竟然成了神预言 因为汪小飞和大S宣布离婚 十年婚姻画下句点 发生你要他陪你回北京去 然后他宁愿留在台北 这种事 我怎么这么问呢 大王恋一开始 两人就是台北北京两边跑 随着婚姻告终 汪小飞随即就被爆出 早已有了新欢 一名资深狗仔 上节目爆料 汪小飞新欢年纪不到三十 住在北京高档地段朝阳区 财力更生汪小飞 还因为家庄豪宅门禁森严 因此尽管大陆媒体天天紧盯 但狗仔抢破头 都很难拍到两人同框画面 你们很后悔取到我 对于离婚原因大也是透露 聚少离多 渐渐变成友谊 对外他也大方祝福前夫 未来能找到第二春 没想到随即就遭人爆料 汪小飞有新欢 过去甜蜜画面 也被网友挖出来很酸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爸不给我吃 我爸不在之后我就不吃了 我妈就说吃虾一定要是 男人帮你剥 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 他如果不帮我剥我也不讲 他如果帮我剥我就吃 Dice曾经公开表示 吃虾就要另一半帮忙剥 否则就不吃了 剥下论当时闪下众人 如今则被网友拿来打脸说 剥下练结束 而对于汪小飞传出有新欢 目前大S和经纪人都尚未做出回应 记者现在还有报道 还有艺人米可白 21号他去打了第二剂的AZ疫苗 结果不但出现了三种副作用 而且连续发烧30个小时 一度烧到39度 结果说今天早上 他赶快去挂急诊 米可白就在社群网站发文说 因为发烧他还不能进去医院 只能坐在户外 临时搭建了这个医护站打点滴 他形容说打了AZ第二剂 他好像吃了全餐 出现了倒汗反胃 想吐的症状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因为心脏脱锤 或者是闭所不全的关系 他说这个胸闷气都打不上来 也一起为米可白加加油了 再来高雄今年的跨年晚会 引爆了话题 尤其是房价 据说除了有双舞台 摇滚天团五月天 在市运的主场馆开场 结果说带动了订房商机 但离谱的是 民众上的订房网站发现 这跨年夜的每一间旅馆房价都破万 甚至在一家高雄港旁边的商旅 一个晚上的房价2万多 但是观光局说 和可的这个价格上限是1万8 因此会不会挨罚呢 业者赶快跳出来解释说 跨年夜破2万 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价值服务 五月天夜旦节跨年演唱确定回归高雄一连唱四场 加上高雄跨年晚会 旅宿业者受到商机 上订房网 浏览跨年夜 饭店房价几乎都标迫万元 以蓬莱跟高流舞台为中心 周遭旅宿 新光路民宿一晚 六三九九 博爱路饭店超过一万一 沿城区商旅近一万二 最夸张的是自立一路 旅店居然要价近九万 破完价格让人听了不敢恭维 其中高港旁商旅被民众发现 跨年夜一晚 五平大港景豪华房型 要价破两万 但回报给主管机关的价格上限 只有一万八 观光局喊要罚 向旅客收取过高房价 可能挨罚罪重五万 业者也解释超过两万 是有附加加值服务 但难免被质疑哄台价格 仍让想订房的民众忘志却步 记者基线中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